科学专家马克·斯多科尔向纽约的东河投掷水桶以获取有关鱼的信息 他并不是想捕鱼 而是希望收集鱼的DNA 他将水倒进塑料瓶以便在实验室中仔细观察他所说的环境DNA 我们可以收集水样分析DNA 了解这条河里有哪些鱼类 斯多科尔和他的学生想要知道曾经严重污染的东河是否有鱼类生存 他们在水里发现了鱼鳞和皮肤细胞 这些都留下了遗传物质 从一杯水中你会找到这些 就像是水中的一点灰尘 我们从中提取DNA 像分析犯罪现场一样分析它 在世界另一边 在越南的一条河流中 科学家用同样的方法寻找仅存在亚洲部分地区 才能见到的非常稀有的长江软壳龟 当我们看不到动物时 我们把环境DNA作为侦查工具 如果它们是难以找寻的物种 我们也可以通过捕获环境DNA来确定这些物种 是否生活在某个区域 特别是在未来开发的水稻中 我们有希望找到更多未被发现的长江巨型软壳龟 帮助拯救这些濒临灭绝的物种 掌握动物留下的微观线索 可能有一天会帮助科学家们拯救其他濒临灭绝的动物 美国之音布洛克华盛顿报道 Zack 吉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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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吉祣